任何高炉操作员的终极目标都是以可能的最低操作成本,实现稳定运行并产出品质如一的金属铁。 高炉性能的关键因素是还原气体在炉料间均匀渗透的程度。 添加煤粉时,影响气体流动的主要抑制因素是风口回旋区周围的残碳沉积物的堆积。 这些沉积物堵塞了进入高炉中心的通道,并且令还原气体向上向外朝着墙壁偏移。 为解决这些问题,普瑞特冶金技术现在提出了一种名为序列脉冲喷吹工艺或SIP的新技术。 SIP技术在喷煤枪旁边引入了高压氧气喷枪。 此喷枪能够间歇性地从风口向高炉脉冲喷入高能氧气冲击波。 此脉冲能够深入贯穿回旋区,确保喷煤与细残胶沉积物更彻底地燃烧, 从而改善焦碳死料柱的通气性,这能够让还原气体渗透进高炉中心。 为将效能最大化,氧气脉冲在高炉周围按顺序激发每几秒重复一次。 SIP代表了高炉技术的越阶式巨变。 通过提高煤气利用率,高炉的总燃料比得以降低。 低成本煤粉的更高效燃烧,使得高成本焦煤的锁占比例下降, 进而显著减少了运行成本。 减少向高炉添加的碳总量,实现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 进而提高了环境绩效并减少碳排放税。 这项颠覆性新技术可实现快速的投资回报, 通常在12个月内。 序列脉冲喷吹工艺代表了全球范围内的高炉链铁, 朝向碳中和链铁迈进了重要一步。